2024年6月10日11时40分许,在吉林市传营区北山公园发生一起刑事案件。 现场有4名美国人不同程度受伤,现正在医院救治,无生命危险。 经查,崔大鹏,南,户籍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有重大嫌疑,逃跑时上身穿黑色长袖,下身穿黑色裤子,头戴黑色帽子,不戴眼镜,身高1米75左右,中等身材。 请各单位将此通报,立即下发到各基层所对,注意发现,发现此人及时抓捕,如有线索,及时与传营分局刑警大队联系。 10日,美国康奈尔学院证实,4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参观吉林一个公园时被刺伤。 据流传在媒体上的视频显示,受害者身上和地面都有明显血迹。 4名美国大学教师周一,6月10日,在中国东北部的吉林省吉林市,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刺伤,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 美国爱奥瓦州康奈尔学院,Cornell College,在一份声明中称,这些教师在参观吉林一家公园时遭遇严重事故受伤。 爱奥瓦州众议员亚当·扎布纳·埃登·塞布纳说,他的兄弟大卫David是事件中受伤的四人之一,这是一起持刀行凶事件。 他称,这群人周一在参观当地一座寺庙时遭到一名持刀男子的袭击。 北山公园,位于吉林省吉林市西部,是一个由湖泊、园林和寺庙组成的旅游圣地。 扎布纳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,他今天早上还没有出院,但他情况不错。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BBC表示,国务院已获悉吉林发生持刀商人事件的报道,但该发言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。 康奈尔学院表示,这些教师参与了与当地一所大学的合作项目而前往中国授课。 袭击发生时,这些教师由合作院校北华大学的一名成员陪同。 根据该校2018年的新闻稿报道,北华大学为康奈尔学院提供资助,让教师到中国旅行和生活,并在两周时间内讲授部分课程。 康奈尔学院将提供计算机科学、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教学。 美国联邦众议员Marinette Millimix E. 证实了这一消息,并表示,她正在与受影响的爱奥瓦家庭保持联系。 其办公室正在与美国大使馆合作,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并安全离开中国。 她说,我们正在通过适当的渠道开展工作,并请求与美国大使馆就相关事宜进行对话,以确保伤者首先得到优质治疗,然后以医疗上可行的方式离开中国。 中国当局尚未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。 吉林省外事办公室称没有信息可以提供。 在社交媒体上,一些血腥的照片和影片广为流传。 画面显示,至少有三人躺在地上,他们的身上有大量血迹。 但他们看上去仍然清醒,有伤者正在致电求助。 然而,这一事件似乎很快就在中国互联网上遭到了审查。 周二,在微博上搜索吉林外国人等词时,仅能搜索到很少消息。 网民转而在相关话题下进行讨论,一些人还要求了解更多有关该事件的信息。 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该事件。 扎布纳表示,他的兄弟是TUF University的博士生,此前曾访问过中国,这是他与康奈尔大学一起第二次访问中国。 尽管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低谷期,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寻求开展中美民间交流。 这一事件在先有发生直接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袭击的中国并不寻常,可能影响北京在新冠疫情后吸引国际游客的努力。 谢谢收看美西电视台的节目。